OK 那么麻烦老师您进到这个网址 OneNote 12341 KNO W.NET 那么您进来之后呢 您看一下我们右手边 那我现在萤幕是比较 我把它缩小一点 这样应该是各位正常看到 所谓的电脑版的 刚刚那是行动装置看到的 那么您要进入OneNote这个翻转虚拟平台 您可以选择用会员 加入会员的方式 那有几种方法可以用 有几种方法您可以选择 就是用上面的这个 所谓的社群账号的 或者您直接用您的email信箱 如果你用下面这个 它会寄封认证信给您 那么如果您觉得这样太麻烦 所以你就用做人家就好了 用访客 那你按下这里之后呢 它会产生一个访客代码 八位数的 您就把这八位数把它寄下来 那下次呢 您再用相同的这个号码 从下面这边就可以直接输入 直接输入 这样子的话 您的学习记录 有加入过的群组 您的笔记 通通都会在里面 好 那我们就来试看看 这里 把它按 这样产生的这个号码了 如果你在这里没有记起来 没有关系 进去之后 在哪里 在上面这里也有 有没有 在上面这里也有 那蛮建议大家就是您进来之后 可以稍微先修改一下您的个人资讯 就在这边 不管您是用社群账号 或者是单一个注射 还是像这样的访客 您的资料 这个可以稍微修正一下 这样等一下就知道这是谁 就知道这是谁 那我们今天呢 嗯 老师手上有拿到一个那个 新制度的讲义 对 我一张就要混过去了 哈哈哈 这样比较环保 本来我是想说连印都不用印出来 那没关系 您到这边来 您从这里 发现里面 我们的 资料主要放在群组里面 就是所谓的班级 所以您从这边点一下 您就会看到 我都会把我们的放在第一名 所以应该不会找错 有没有真的找到了 所以呢 您点进来 就可以按右上角再也会加入 这样您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课程里面来 那进到课程里面来之后呢 您往下走 会看到 今天的这个Praise的简报 今天的Praise 因为其实我如果印这种简报给各位的话 分量太多 太浪费 所以您就直接在上面看比较快 那么另外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上完之后 其实我们都有提供售后服务 可是发现没有人来 所以我等了20分钟之后 我就说了 那我也跟各位 正常 没关系 反正有问题就可以上来 那我们今天这个延期 我也有准备一个 如果说您有就是 使用上有任何问题的话 欢迎您 就是这个时间上来 就是明天 对 对 因为怕白天大家太忙没时间 就一个小时的时间 当然如果您错过这个时间也没关系 反正 随便Google一下都我的资料 您要看用什么方式跟我联络都可以 那这个是用Skype的方式 所以您进去之后 这不用安装Skype的软件也可以 您用反客的方式就可以进去了 好 那另外呢 我们今天主要内容放在什么 任务这里面 任务里面 您看这里面有打开 这个单元打开 您就会看到了 好 就会看到 那因为我们今天要讲露营嘛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呢 一进来要先考试了 什么 很重要啊 这个 就算你没有要露营 也要知道 这是常识 所以 不知道的 等一下呢 不能说打屁股 对不对 但是呢 不知道的等一下学起来就好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待会呢 您如果进到我们这个任务里面打开 您看一下 我们在YouTube里面 大家在看的时候 也没有常常看到有这个数字 有对不对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影片的宽度 还是影片的高度 还是你认为 我会出考题 另有引擎 有没有 陷阱题 随便扭 但是呢 你选完了之后 上面有个提交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 平常有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 数字越高 代表品质越好 但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 这样OK吗 可以 所以就麻烦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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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